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角点 我是全家林 北韩20号 5号晚上在那个平安金日城广场啊 举行了那个人民革命军 坚军99年的那个大阅兵史啊 北韩最近那个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 北韩一要不断的提升那个武装力量的那个绝对优势 必要是咱以那个先发资论的方式 这是动用那个核武 彻底分岔 敌对那个实力 一切危险的那种意图和那个威慑 韩国专家那个称啊 就是北韩通过这次预兵史展现出 就是有受那个转攻的一种核武战略 还有文教研总统啊 这个最后人类就是最后一场那个韩米联合那个军演 28号上午那个落下帷幕了 在那个演习期间 北韩还发射了一个导弹 也是一人注目的 今天的私交点节目就是慰绕着那个北韩 在那个阅病史上的产名 呃 强硬的那个核战略和那个韩美应对的方案 进行讨论分析 今天特别要进行的是那个 严司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院 呃研究所的那个金东山博士 另外呢台湾中央通信社 所有特派记者 呃 刘岳阳 记者给我们点评 两位好 嗯 先聊记者啊 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25号晚上 这个平兰金日正广场 举行的那个人民革命 人民革命解放军 呃 这个建军99年的那个大阅兵时的情况 是 这是阅兵 其实呃韩国这边从呃之前 金日成的呃生日纪念日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关注 那因为北韩那边一直没有举行阅兵式 后来就是各界就会猜猜测说可能会在呃 建军今天是这天举行一个大的阅兵式 那这天呃 专家呃研究应该说观测这个他们的动态 说这次可能有两万多人动员两万多名军人 然后还有170台左右的武器装备 那在纪五年来算是最大规模的一次 嗯 然后金正恩也在阅兵式上就是有做公开发言 然后提到就是那个呃 呃利用核武就是除了之前产民的就是可能要呃 遏止战争的发生之外 他们他也说了如果在北韩的呃 根本利益国家利益被侵害的同时 也不排除动用这个核武 那跟之前的态度感觉又有更上一层 楼更就是更加具攻击性的一个态度 嗯 其实啊这个过去那个中国的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阅兵式上 就是有了一万三千个人 他们阅兵式都花了那个两个半小时 但是他们这次说两万人也是花了两个多小时 我看两万人这么进行两个小时不大可能 所以是不是有点夸张就这样的感觉 那金博士啊就是韩美两国18号开申那个联合军演了 北韩就韩美联合军演保持比较沉默的态度 你认为他主要原因在哪里呢 嗯 呃这次呢我们在政府乱期内的最后一场那个韩美联合军演 从4月18号到28号进行 然后这段时期内北韩对韩国的一些公开批评啊 或者什么提出一些比较严厉的这个言论是没有的 相对来说保持沉默 所以这也引人注目 但是刚才廖记者也提到了这个朝鲜的北韩呢 4月份有很多活动 他们自己的一些一些庆祝活动 包括那25号还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卫兵式 所以呢 第一个观点呢 北韩国内来看的话 嗯 现在把这个重点都放在这个国内的一些庆祝活动上面 不想分散这个注意力 尽力 这是一个分析 一种分析 然后但是呢 韩国的比较比如说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的责任研究员崔隆涵说 这个以往我们看过去的一个例子的话 韩美联合军援进行之后 北韩总是有一些反应 所以呢 他也预测早晚 这个可能是5月份左右 也有可能也会做出一些反应 嗯 这也是一种观点 什么样的反应 就是还是严厉批评啊 这一些 但是呢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5月4号 嗯 他们也又进行了一个 发射了一个弹道导弹的演习 所以这也是 不是公开表态 但是呢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表现出自己的不满 也是一种一种表现的方式 嗯 所以呢 总的来说 我们都知道 那个疫情期间 韩国呢 已经降低了 这个联合军援的一个规模 实际上的一个作用 对 但是呢 北韩一直把它看作是 对自己的一个敌对的行为 嗯 所以呢 他们按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这一次也是应该有做出反应的 嗯 但是呢 第一是国内的原因 第二是那个 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委婉的 或者通过别的方式 表现出自己的不满 嗯 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个人觉得 呃 正好现在是韩国这个政权 更迭时期 对对对对 所以呢 5月9号之前是文在云政府时期 嗯 然后5月10号以后是迎习越总统上台 嗯 所以呢 他们可能不愿意严厉的批评文在云政府的一些行为 哦 然后就新政府上来之后就呃 做出一些强硬的态度 这样有可能会导致韩国国内的一些对北韩的一些看法的分歧 不过那个文政府卸任前5天呃 5天前就发射4射的一个导弹 这给文政府不是比较大的压力吗 同时对新政府也有一定的一种压力 这是一种大压力 嗯 但是这样看来的话 我们3月份已经进行了三次这个类似的导弹实验 所以呢 呃 他们觉得 他们公开呃 表明的是我们是发射一个装强卫星 嗯 所以呢 这是另一回事 然后就 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准备 给下一届韩国政府施加压力 是 在那个制裁的情况之下 那个中朝关系 就是中国和北韩的关系 也收到比较多的注目啊 尤其是那个经济方面的 最近那个中朝货运列车 嗯 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 在都停运了 是吧 嗯 因为哦 之前 北韩他们对于疫情的管控比较严格 嗯 那2020年的时候 8月他们就已经因为 疫情的关系完全封锁边界 跟呃 中国的 那个 货运列车也完全停止 嗯 今年1月16日 才又就是重新开始运行 嗯 那这一段期间以来呢 跟去年呃 跟中国的交易量大概增加了10倍哦 那是因为最近丹东 中国丹东就主要跟 北韩对口的这个城市 他又出现了疫情 嗯 嗯 呃 中方那边是说跟北韩在友善的沟通之下 嗯 就是决定暂时先停运这样子 嗯 那因为还是有一些库存嘛 所以他们就是呃 谈定就是到4月28日 哦 对然后结束之后呢 那个当地的中后人员都需要再隔离 所以至少应该会 至少会停运那个两周左右 嗯 不过他们 之间的贸易应该是不会因此停下 因为最近又有那个国际贸易的 那个展览会 在时隔7年又再次展开 哦 那他们这个是透过线上举行 哦 所以应该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被影响 对我们一般认为呢 就是联合国的集材决议院之后呢 北韩一直没有特别的一些困难的情况 这是因为是那个中国的那个 那个原住材所有影响的啊 那金博士啊 这个最近北韩的那个风系里 核实验场就是坑道 又进行了那个修复 还有仍然进行那个一种核实验的景象 那您是怎么看呢 嗯 首先呢 根据4月29号 韩联社的报道 美国的很著名的这个北韩 北韩专题网 网站叫北韦38度 他们那边当地时间4月28号披露 通过那个商业卫星的图像来看的话 北韩仍然正在对那个 洪西里的核实验场第三号钢道 进行一个修复的工作 嗯 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2018年的时候 5月份的时候 嗯 呃 北韩就呃 邀请了国外的一些记者到现场 然后进行这个炸灰这个第三这个 这个钢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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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活动是吧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我们不会再进行这个核实验 这样的一些抑制 也是一个很当时的很大的一个新闻 当时呢 呃 通过这样的微信的图像来看的话 他们明显的就对这个钢道进行修复 嗯 然后一个方面是这他们挖掘新的路口 嗯 然后可以利用里面的一些原来的设施 然后同时这个微信也可以看到 发现了在周边 呃 建造一些这个这个设施 嗯 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核实验的一些设施 这个是一个情况 嗯 然后呃 北韩呢 从今年初以来一直呃表表现出 他们不会受到这个之前的约束的这样的抑制 对 所以就到目前进行了14次的这样的一些 呃 弹道导弹的实验 嗯 包括呃呃 国内外的专家普遍认为 这一次他们修复这个第三号公道 是很可能是很明显 他们是真的想使用这个这个 这个公道来进行第七次的那个 那个核实验 嗯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的话 呃 比如说4月份呃 4月初呃 金宇正 金正恩的妹妹 她也呃批判韩国国防部长的一些联论的时候 说韩国那个那个时候说那个你们呃呃 的话 从今年开始金宇正也好金正恩也好 嗯 他们就不断的表达出使用核武器来应对韩国的这个 这个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嗯 韩国的威胁的这样的一些意志 所以呢 我们到目前国内外的专家们认为 虽然北韩拥有了 上百个核弹头 但是那个核弹头是都是战略性的 嗯 就是装载呢 这个洲际导弹这样的比较大型的 嗯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小型化 哦 核弹头的小型化 这还需要一次核实验 所以呢 战术和方面 对 战术和方面 他们的战术和力量的一个 投射的这个运载的工具已经具备了 嗯 那就把原来的核弹头变成一个比较小型的核弹头的话 可以把这个在未来的短时间内可以使用的 不过年初的时候 北韩就说 就他们的核力量啊 不针对那个韩国 哦 而且 呃 都不到两三个月之后呢 就是现在说法好像有点改变 所以主持人就 郑罗主持人说的 就是过去北韩一直主张我们的核力量不是针对韩国的 是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 就是 霍银号说的话 我们是针对美国的或者我们应对美国的一个威胁 主要是外部实力 但是呢 从今年的三月份四月份以后 这个我们要密切看这个北韩的核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为了应对韩国的一个常规力量 他们可以使用这个战术核武器的这样的可能性 而且这个呢 我们再看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 现在这个静单的情况不太顺利 所以俄罗斯动不动就提出来说我们可以用核武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战术核武器 是 所以呢 我们要担心的是这个不管是俄罗斯也好 这个北韩也好 现在对他们来说核弹头核武器是越来越变成一个可以使用的 战场上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这是一个我们要的 而且那个北韩对俄武战争学到也不少东西 因为那个乌克兰啊 就是过去是那个核大国了 他们不是那个第十 第三大这个核力量的一个国家 但是那个冷战结束之后 他们抛弃了这个核战略 之后呢 就是受到这样的一种俄罗斯的侵略等等 就可能北韩认为呢 这个核力量一定要具备大概有这样的 这只是逻辑上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实际上的运用上 核的运用 不管是那个费用方面 而且是一种政治外交军事安全方面的那个压力也比较大了 那了解者啊 一号总统那个主要交接委员会 发布了那个新总统府的那个高级幕僚的人选 有什么特点啊 这是可以看到就是说 新的新政府对于安保的定位 有点像从之前的军事为主 现在有点扩及到外交部分 以外交为主 所以呢 他们任命了前外交次长金 金胜汉来担任安保市长 那可能主要战略是从加深韩美战略关系来下手 可能是希望就是借由跟其他国家联手来应对北韩的一个动态 这样子 那其他那个安保第一次长跟第二次长是有对外战略企划那个企划官 金胎校然后还有危机管理秘书市市长 秘书长 那个深人好担任 那感觉上是比较从军事专家的定位转移到外交这样子 是而且是他们比较倾向于比较亲美吧 可以说是一种亲美 对比较重视那个韩美同盟的一些人选 而且比对 也跟那个文政府比的话比较强硬的态度的一些人 加上一个一个特点的话 他们是从前就是在另外一个朴政府或者是李明博政府重视过 有这样的特点 那金教授 金博士 就是新政府的那个高级幕僚人群 你认为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特点呢 像那个刚才廖记者也提到了 5月1号韩国总统候选人尹熙悦的现在的秘书市长张继文 他是国家议员 他进行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发布了尹熙悦总统府的一个新的人选 这一次主要是他提名了一些总统府内部的一些外交安全 军事有关的一些高官 然后首先我要这个跟听众朋友说明的是 就是文家议政府时期总统府是三个市长 然后八个首席秘书 对 规模比较大 规模比较大 然后尹熙悦精选的时候就提出了 我们是要追求比较小的总统府 所以呢 这一次呢 两个市长下面有五个首席秘书 这样的 但是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个市长 两个次长 六个秘书馆都是要负责外交安全这些领域的 然后还有一个变化是 文家议政府时期的国家安保室 下面第一次长是一个军人负责的 就是专门管国防方面 然后第二次长才是负责外交方面 但是呢这一次呢 第一次长 金正汉 金太孝 负责的第一次长 这个职位下面 设立了安全战略外交统一和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是最近非常受关注的一个领域 这四个秘书馆来 然后辅助金太孝 那次长来管这个事情 然后第二次长下面 只有两个就是国防和亡乱安全 有一个应对危机的这样的一些中心 所以呢通过这样的方式 这个再次通合了这个外交和国防方面的一些机制 这是一个 然后再次发表的这一些中东府的高级幕僚呢 应该来说已经定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国务总理啊 还有些部长啊 他们都要通过国会的一些听证会 然后还没完全定 但是这一些高级幕僚 这是总统选择了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之前韩国学界也普遍认为 金生华教授 然后金太孝教授 也会担任很重要的角色 就这一次结果出来果然他们担任了最重要的一个清华台中东府内部的一个最重要的外交安全的一个领域了 然后这两位都是李明博时期担任过高级华年的 金生华教授是以前的外交副部长 然后金太孝教授也是在那个清华台里面担任这个外交秘书 所以他们已经有五年的差不多几年的一些从政的经验 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这个学者出身的 除了他两位以外 我据说还有几位教授也会参加这个政府的首任这个重要的职位 包括那个现在虽然没有完全定下来 但是普遍认为这个下一位中国驻中国 但是中在后教授等等 所以这也是一个尹锡卫政府的一个特点之一 就是从学界的一些专家转变为这个政府的高官 也是一个明显的现象 是有这样的特点 但是那个总体来看的话 还是有一种行政经验的人为主的比较多一些 一般来讲的话 学者比较追求理想的比较多一些 理论性的比较多一些 实际的运作上还是存在着一个缺缺的地方 好 今天的十字焦点节目就是为了 就是北韩的月宾室还有发射那个单导导弹的情况 韩美两国对北韩的动态就有什么样的反应和态度 进行了讨论节目了 本节目就是到此为止 下周见 再见 那边就是这个人的活动 那么可以站起来 就会对于这种活动一种活动 因为我这个人的活动 发射到那种活动 发射能力帮助 那么美专复的活动 感觉到学生和形似的活动